李宗盛 让你查这儿啥怎么样了 那个叶淳宇死活都不传 然后 搞什么呀 然后没了 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什么都没问出来 是吧 是不是 可叶 可叶春雨她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老是这样吗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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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多少钱咱可以商量 李总 你说说说 你说说说李总 咱可以商量 春雨 你看看你一表人才 细皮难肉的 干啥收我这个碎呀 你说在哪儿 她去哪儿我真不知道 我说的是实话 李总 我想你了 我说的是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 看看人家啊 你们平时吃我的 住我的 喝我的 有人就这样了吗 人家要哭泽 冠水 李总 我说 李总我说 李总我说 这啊 瞧瞧瞧 李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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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 我说真话 许新官 喂 谁呀 李总 叶先生 您还知道我电话 真是让我受口更惊惊啊 谁不知道 叶洪生 聪明才智过人 耍我 行 那叶先生 我把你侄子秘密地带出来 没人知道是我干的 你怎么找到我呢 停下 停下 叶先生 咱们都是生意人 把势求个财 也不想搞得大家不好看 我给你保证 叶淳宇我一根汗毛都不动了 我给你送回家去 叶淳宇我说实话 还怎么 好样 童鱼 真的 我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不说话 行行行 我都清楚了 你们叶家挺牛的 应该庆幸你有一个好叔叔 这样彪哥再给你嘱咐一句 我跟你叔叔 这次都不干净 你要是报警 大家就都完了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我走 我走 痛啊 我走啊 不好意思啊 客人这个样子 把他送回家 走啊 走啊 关于洪生集团的问题 与我们傅春新区 目前所面临的情况 我再补充一点 洪生集团的总部 位于我们的辖区内 其中涉及大量受害者 有一大半也是我们傅春人 同志们 事件的涉及面广 我们新区宗志中心 重任在揭 我宣布 马上成立 洪生625事件善后处置协调小组 焦立明为组长 张凤焦为副组长 我们都要做一种事 我们去做一个事 我们要做一个事 好好做一个事 怎么办呢 我交给你 我都要做一个事 现在的事 我们要做一个事 别闹了 这可怎么讲呢 有意见的人们还是蛮多的 但这个你不要管 我会去替你安抚掉 既然洪生临离开的时候 把集团交到了你手上 没什么好讲的 好好干嘛 洪生这人我了解的 他一定有后手 你要做的就是替他守住 就好了 别闹得这么大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洪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这个人做事情很笃定的 他认为你合适 那你一定是可以做好的 淳于啊 听我一句话 现在不要想那么多 就是要有信心 拿出点勇气来嘛 明白 明白 我说我把洪生集团交给我 真的是因为信任我吗 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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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别人超级 你让我怎么不超级啊 这可是我们家所有的街区 买到洪生的房子 我得去找他们 你现在就是去找洪生集团 也无济于事 可是总得想想办法吧 就算我们不买洪生的房子了 这首付总得拿回来的呀 你现在要什么首付啊 你买洪生集团的房子 这么多人 如果大家都去要首付的话 那咱都不乱套了 这怎么办 别人的事情我管不了 这可是我们所有的积蓄啊 马乐 我知道 你别着急行吗 你让我想想办法 好吗 找萧丽明 给萧丽明打电话 他一定有办法 给他打什么电话 他不是学法律的吗 他肯定有办法 他学法律的 他 他也帮不上忙 你要不好意思打 我来打 你别别别 要不这样 我去他们家找他一趟 问问看 好吗 叶星 干嘛怎么回事 情绪不好 别提了 我妈妈平餐队啊 一个好朋友 突然间去世了 然后现在一直在那儿哭呢 现在哭累了 我刚给他红睡着 怎么 怎么去世的 买了洪生的房子 那现在房子跟钱都没个着落 人一下想不开了呀 你说这洪生 卧阶面还挺大 不知道有多少人牵连在里面 我来呀 也是想问问你 通常这种情况下 政府一般都怎么处理啊 你了解吗 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呢 国内外啊都有这样的案例 但是有好多案子啊 到现在都没有了 你说这老百姓 和企业之间的纠纷 政府不可能给企业买单的呀 不是 那照你这么说 这老百姓只能吃哑巴亏认了 现在洪生这个案子呀 还在调查当中 如果真的是房子没有封顶 银行已经让这个 买房子的客人开始还贷款了 那属于银行的违规呀 那有可能 如果洪生合理破产 老百姓会吃个哑巴亏 不是 你问这事干吗呀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们也买了洪生的房子 小主任 去世老太三个儿子情绪非常激动 罗书记指示 那个三兄弟那边呢 事件的善后工作 对于洪生事件的处置啊 意义重大 所以啊 我就喊你来了解一下 他们的实际困难和诉求 把矛盾和疙瘩 尽早地化解掉 正好我想调研一下 有一个朋友还没有到 应该马上就来了 稍等一下 好 收拾呢 来了 完了 我说我这第一天上班 你不是让我穿起伏干吗 稍等一下啊 我给你啊介绍一位朋友 这位是咱们福春宗旨中心的 张主任 副主任 副的 你好 你好 张主任 我是民警马乐 你好 你好 马乐是咱们区分局 中湖牌所的民警 我们两个呀是发小 他基层工作的经验比较丰富 我就打报告啊 把他申请过来了 有点唐突了 小主任太客气了 你是主任你决定就好的 我配合啊 一切都配合 好 什么事啊 你知道赵家老太太的事吗 就是跟红生事件有关那个 对 等一会儿呢我们要去见这个赵大老大 你也知道 我们是来处理敏感事件的 帮你穿警服呢是怕你进去 人家压力太大了 怕容易形成啊对地情绪